各式各样的废弃衣物成为了环境污染源的另一大隐忧 而永续也变成现代环保议题 国立东华大学艺术创业产业学系的苏敏贤 他就以旧衣物为媒材 实践了延续再利用的价值 在松云别馆举行了 一式的情感记忆创作各展 透过八大主题 借此让旧衣物饱和的现代社会 可以透过修缮或改造 传达延续再利用的习物 国立东华大学艺术创业产业学系硕士班 视觉艺术教育组苏敏贤 耗时近两年时间 以旧衣物为媒材 以减少丢弃永续衣物的生命周期为理念 集体在华联市松云别馆 带来一式的情感记忆创作各展 规划八大类型主题作品 我准备这些作品大概用了快两年的时间 然后像我做我不限材质 我们在快速上方面 就是它很多不同的材质 那我是希望说可以不限材质去做再生跟创作 在针织山的部分 我是就是说再重新拆解之后再抽杀 然后再去重新做钩织 或者是做创意的部分 就是把它拆解呈现然后去做缠绕 做成花朵胸花或者是在把它做大的时候变成灯饰 尤其将一位离世的年长母亲衣物重新创作 透过衣服传达跨时工的情感记忆送给子女 就是她妈妈的衣服比较大嘛 我就建议说人家是情侣装母女装 那你们要不要来一个妈孙阿庄 所以一系列我就帮她改了她跟她孙女的一系列的衣服 然后她希望说她穿她妈妈改造的衣服是说 她在参与家庭活动的时候好像是妈妈也清零现场 跟着她的子孙们一起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 然后她的真孙女就是穿着她的改造的衣服 就好像是阿嬷在保佑她平安健康的长大 然后她还有几套是想要改成礼服 她希望说她穿她妈妈的衣服改造的礼服 去参加她另外一男一女还没结婚的小孩的婚礼 就好像妈妈一起见证了这场婚礼 我觉得你把旧衣服再改造重新利用 是一份很好的一个永续的概念 然后她衣服又有参与着我们人跟情 跟衣服的情感或者是人跟家人或者跟朋友 衣服是你赋予她的很多的情感在里面 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然后也希望说所有人就是在丢弃衣服之前 可以想一想说可以再利用什么创意小师 然后让衣服可以再延续她的生命 用久一点再去说我可能要丢弃或者做什么样的动作 对这是未来想要继续做的一个方向 从大学里接下来的缝纫基础 因缘际会开始接触旧衣改造 不论是真知山的抽杀钩丝 从原本样式去拆解重组 赋予衣物或穿货用的永续价值 前半透过各展 让旧衣物饱和的年代 从时尚风格到日常衣着 为衣物延续再利用 冲到实用价值 传达实践旧衣物的生命 和情感故事跨时空的延续 唤醒民众喜悟的价值观 接着长包业华联师报导